連張中某自己都講 他說for economic reason 老共不會打台灣 for every reason老共都不要打台灣 中國一旦武力犯台 連國家情報都證實 台積電會是護國神山 你們誰敢保證不戰爭 你們兩位誰敢保證 我跟委員說明了就是說 那些兵推那些想像 是對台積電 ecosystem不夠了解 我們還有下一個護國神山嗎 再多了解一下台積電 這不是他們想像那麼簡單 這個兵推剛好反過來說 那我既然要讓你接收把你摧毀掉 這是從霸權來看 我們不能從台灣來看 接收不走了 不只中國難以接收 國防部也首次反駁 彭博報導中指稱 美國在台海戰爭兵推中 由美國撤出台積電工程師的劇本 國家自己要靠軍來防衛 但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個具本 就各位所謂的想定 他假如說有外援的話 我們要怎麼應對 到目前為止沒有推這個狀況 但兩岸關係不只牽扯半導體產業 還有即將到來的中國二十大 習近平的第三任是正義任期 對 所以呢他為了尋求他的合法性 原來的七上八下這個規則 就我們了解他不會改 所以你從七上八下這個角度改 我簡單問一下啦 所以那個班子大概 唯一我們確定不會改的人叫習近平 從七上八下角度 但是不要造成我們自己七上八下 二十大後的政治局勢 國安局說唯一不變的應該是 習近平仍在任 至於中國對台戰略 都會有各種想定狀況做推演 近新聞綜合報導